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您的操作重点 对 是的 因为其实跟大家提到 其实每一次这个所谓的股市跌升之后 反弹的背景都有些许的不同 那只是说所以每一次 也许到底是要去抢跌升还是抢强势 那每一次也许结果不太一样 但最起码就这一次的这个中美贸易大战 很明显的就是还是以所谓的相对强势 会有比较明显的表现 那最主要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卡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提到的 这一次是第五次跌破年限 我们上一次才在一个月之前 而且一模一样的故事 当时是第一次提到2000亿 大家吓得要死跌破 那会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等到年限价整理 然后后续来讲量缩之后就转强 会发现左边的加权非常的强势 可是你会发现中小型个股跌升的 真正跌升的个股也没有谈 其实贵买指数并没有谈 这是简单的一个概念 而且甚至有一个问题 你会发现左边加权指数再度压回 贵买指数就直接破底 其实这个是一个所谓的放大金 应该说如果你就个股来讲 很多的中小型弱势个股 其实会有点类似贵买指数的走势 甚至比贵买指数更为疲弱 那当时其实在这一次跌破 还没有第一次弹升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这样的现象 跟大家提到 其实就这一次来讲 跌升的尽量不要去摸 其实投资朋友不见得一定都要强反弹 可是这个观念不是说 要等于说鼓励大家去做强短的动作 可是你自己手上持股 其实就可以做一点检视 你可以简单的检视说 你像刚刚那个字卡 你的个股到底比较偏向左边 还是比较偏向右边 如果你的个股比较偏向左边 因为你也许很多持股 你的有部分持股偏向左边 部分持股偏向右边 我就会建议大家 当盘式比较好在反弹的时候 把你右边的这种股票把它卖 甚至把它把你的资金 再转到左边身上 大部分很多人会卖到左边的 留右边的 他就不愿意被套在 对 可是如果你这个字卡 你再回去看 如果你上次 一样的问题 8月当时在反弹的时候 你把右边弹多的卖了 就再加左边的没谈的 等到一个月之后你再回来看 你就知道你的结果会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就目前的角度 而且我跟大家讲 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近期来讲 投信的进出来讲 也许大家看到的 好像数字都不大 可是我这几天在 我把它拆解之后 发现一个问题 投信近期买超 主要看起来他都在买大型股 他中小型一直在做调节 所以会造成一个现象 就是中小型股很弱 但是你每天看到投信买卖超 其实没有太大变化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个短线的后续来讲 强者恒强的态势 是有机会延续 所以就像刚刚除了 自己的减市持股之外 我们给大家带来几档个股 那这个有几档交给 第一个就是这些个股来讲 在这段就是刚刚大盘修正了 接近500点的期间 其实这个股价不跌是反涨的 而且在这个所谓的十几天 大盘跌500点的情况下 外资跟投信都是买超的个股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档就是建策 那这个虽然说是市场讲的几个论点 第一个就是他有AMD 接到AMD这个Data Center的订单 所以这块来讲 业绩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 那加上明年他目前所谓的 供需吃井的情况下 他目前产能满载 但新厂就即将落成 可以看到股价来讲确实就是你很简单 就是看不到这个所谓的 之前跌500点的踪跌 目前来讲维持高档震荡 一样的问题只要法人筹码不凌乱 后续来讲压回再去做低接 第二档是所谓的利端 一样差不多的格局 营收获利都是持续成长的 那可以看到之前的大盘 在下跌的情况下 他也没有明显的一个回档的一个迹象 那这一块来讲可以看到 目前法人也还在持续做买超 第三档的部分来讲 是所谓的9933的中顶 那可以看到股价来讲 虽然它算是比较温吞的个股 但是持续的往上走高 那业绩面来讲 就是只有一个重点就是他目前在手订单 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近期不只是近期业绩不错 一直到明年业绩面都还是会持续创高 所以股价法人持续买超相对抗跌 相降的个股来讲 反而是比较值得关注的重点 那第四档是如虹 可以看到业绩面刚好在旺季 股价的部分来讲 也是呈现所谓的抗跌 内外资买超高档震荡整理 那最后一档的部分是2395的研滑 工业电脑的个股 内外资持续买超 完全看不到中美贸易大战的问题 股价还在持续创高 我们认为提醒大家 目前来讲弱势的个股 尽量避免去摸底 我们还是认为这些强势个股 应该都还是未来强势的主角 好 所以太弱留强 就符合明翰的操作重点 那其实郑翔副总在盘中 也特别带我们强调说 现在个股不要看基本面 要看丑马面 甚至从一些分点进出 带大家来看 那您在这一次有看到 外资或投薪共同利拱的重点股 在哪里吗 其实在最近的共同利拱的 一个重点股 其实比较容易偏向 是在非电子的个股身上 就是其实你会发现 那这种共同利拱的一个现象 其实你在某些的个股 也比较容易出现 强很强的一个状况 但是很可惜 这些是比较偏向 非电子股的这个部分 那其中我们来分享两档 就是说第一个是 5871的这个中株 因为毕竟中株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们统计下来 在8月份到最近的一段时间 外资总计将近买超了 将近2万张的这样子的幅度 这个张数 那投信是有稍微小幅买进的一个动作 但是当中株你看 你可以发现到 它先前在6月份的时候 也有经过一波比较大幅度的 这样子的修正 那你就技术面的一个格局来说 它等于是 这个一波直接修正到低点之后 然后开始连续的开始彻低往上弹 彻低再往上弹 等于就是说低点越来越高 高点也越来越高的一个格局 所以当然 外资会买这么多的一个 背后的一个根本原因 也是来自于它资产品质的一个改善 还有信用状况的一个改善 因为信用成本的一个改善 所以说来到这个位置 你还会看到 外资或者是一些法人 还持续在买超的一个原因 也是来自于它的获利 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个又持续在成长的一个现象 因为你毕竟稍微掐指一算 上半年的一个EPS已经来到5.2 然后下半年的一个获利的状况 按照他们这种租任业的一个概念来说 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下半年上半年也不会差异性太大 所以现阶段其实你看中租它的本益比 就差不多维持在10倍左右的一个状况 那最后我们再补充一档 就是8936的国统 刚刚这个前面也有我们的朋友谈到这两个股 那国统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根本因素 为什么外资先检去卡位 然后法人又持续再去做一个布局 其中你要去注意 因为国统是水资源的龙头 而它的营收主要的一个来源 都是来自于很多公共工程政府标案 那你公共工程它有一个特性是什么 就是说它一旦接到案子之后 它的整个期间会比较长 尤其是就是说如果说当国统 这种特性就是业绩如果转差 它掉单就会掉一段时间 如果转好它就会成长一段时间 所以现阶段的国统 它其实就是一个上半年转亏为营之后 然后开始好一段时间的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你才会看到法人 有持续在买钞的一个现象 好 这是强反弹 从强势股当中看到法人都在叫上 那是不是真的能够在期待股价能够开花结果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也带您继续掌握 有人说盘要止跌 这个涨价概念股一定要止跌 那为什么被动元件最近压力还是这么大 我们稍后继续追踪